往年的元宵節大多在寒假期間 今年是逢開學後的上課日 高雄室友小學 為了讓學童體驗元宵節傳統文化 舉辦搓湯圓搖元宵實際秀 以古法滾出一顆顆飽滿的元宵 讓師生與親子同樂 歡度小過年 因為手上都是麵包 很好玩 然後就是有做殘忍的感覺 一起的關係有很多的燈會 戶外的一些大型的活動都已經取消了 那麼在學校裡面其實也很難得 在學習之間會遇到元宵節 那這些跟我們的老師們的教學結合在一起 孩子們也在這裡面就感受到我們年節的喜慶 元宵節慶的風俗在台灣各地 略有不同 除了燈會滾元宵 蔡燈民也是不可少 學生自創自迷寫在紙上 結合燈籠減紙做佈置 一道道創意與知識力兼具的謎題 讓小朋友玩得不亦樂乎 這是糊塗的糊 因為一個米 然後一個古代的古 然後一個糊塗的糊 所以等於迷糊的糊 那孩子懂得什麼叫元宵節 那怎麼樣的蒼圓 那還有蔡燈民 那孩子可以透過這個活動來更瞭解我們的文化 其實都有很棒的地方 新上國小校長黃燕妍表示 透過搖元宵 設計字迷等10座活動 讓孩子真實感受元宵的魅力 知識不一定就在課本中 有感的知識點才是孩子喜歡且願意學習的 祝 ​​​ 周深山